然而家猫和其他小型猫科能够呼噜,却不能吼叫。 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是否发展出一连串小骨头,以连接舌根与喉部音箱。 这种骨头让人类有说话能力,也让狮子能发出吼叫。 狮子喉骨有弹性的部位,能让喉部往下降到更低。 当它吼叫时,空气有较长的共鸣腔,并产生雄厚深圈的声音。 猫的喉骨部位则是完全硬化。 当猫咪呼吸一进一出时,骨头迅速震动,让声带产生有如打鼓般的呼噜声。 呼噜制造了一点噪音,但它也引起一种感觉,让猫的大脑释放安多芬。 这是类似马菲的荷尔蒙,主导舒缓与放松。 这就是为什么猫咪不止在快乐或疲倦时,甚至害怕时也会呼噜。 这是猫咪对抗威胁或压力时寻求安全感的小秘方。 安多芬也具有止痛效果,而且很快,它就要在猫咪的分娩过程扮演重要的角色。 在经过子宫内63天不寻常的变化后,猫咪的胎儿即将接近旅程的终点。